我叫王正 来自河北衡水市井县 08年左右就开始做微生物有机肥 以及微生物菌种的制作 微生物有机肥就是用动物分辨菌种发酵 因为发酵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专利发酵袋 装到那个里面就能生产出微生物有机肥 这个设备是从16年 国家和环保部对养殖这一块 要求就是分屋必须处理 也叫做无害化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做这个分屋处理 这是我的老百行 我一直在做这一块 所以说我就瞅准这个机会 就想把这个做生物有机肥的技术 让这个养殖户都能学会 我是免费的传授给他们 动物分辨要分离 必须用到一种机器叫固业分离机 我就在市场上买了一台 认为是市场上流通的产品 就认为都是合格的产品 结果买了以后 到养殖场一试验 一个小时间就是100斤 200斤这样 它就根本就一点产量都没有 你看买这个机器花了17000多 买这个机器就报废了 国内的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我走访了很多家 没有一个真正的能正常生产的 买了机器一开始吧 就是想用 结果回来以后 真要是说一处理了 就没产量 没产量就扔到那里边 我用我自己成熟的这个制作为生物肥料 就利用分辨养殖场把它分离完 处理出来了以后 用上我们的均匀组和发酵袋 这样让老百姓呢 就是说能自己就制作生物有机肥来 有氧发酵产生产的那个有机肥 它有质的区别 它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有氧发酵它就是使用在土壤当中 就是给土地增加有机质 用我们的机器分离完以后 固体的东西呢 我们就加上这种制作生物有机肥 液体的东西呢 就是说给它建的有那个沼气池 也就是那个带式的沼气池 它们的滤网这个间线 一般就是说0.78或是这样 长阳相像出来它是很难 我就是想到是不是给它一个力 把它拽出来 把它吸出来 在这个技术中就开始研究 把这个水拽出来 用螺旋轴推着出去 把固液分离嘛 把那个固体的分离出来 把液体的分离出来 这样液体出得多 固体的物也就往前走得多 思想上的一般是0.7 0.8毫米 我做的是0.5 0.6毫米 0.5以上的那个颗粒物 都能留在里面 0.5以下的可以随着水出来 第一个产品是200型 简单说直径 这个塞网直径是200毫米 和市场上同类的比 就五倍左右吧 一台机器一个小时 达到两吨左右 出干物质 养殖厂出来的这个粪面 不用加一点水 多么稠的粪 它也能处理 多么稀的粪 它也能处理 那个粪是用输送袋上外送 这种粪就咱们这个机器照样能处理 这样呢 把那个分离出来的液体 那个粪水啊 直接流到沼气池里面 这里面呢 就是发酵产生着烧气 农户就可以用它做饭啊 取暖啊这一块 粪液啊 就是还是一个很好的 那个叫液体肥料 就是说做种地 你葱湿啊 喷湿啊 这种效果都很好 完全就是说达到那个国家要求 一 你这个养殖厂没有臭味 另外一个呢 装在袋子里面 没有一点臭味出来 在这个发酵过程当中 也不参加那种氛气 中小用户 最适合用的 就是现在这种 雾液分离机 这螺旋式的 头丝小 这个成本低 效果好 所以说呢 就是现在反馈的 就是还都挺好 这个就是 粪水分离机 分离出来的粪便 这个做出来 这个生物有机菌肥啊 上到这个地里以后 土壤比较宣 增加这个作物的产量 提高作物的品质 提高了很多 现在买的这种 是敷压分离机还行 不怎么坏 然后也挺好用的 这不用了有两年多了 一直没有什么问题 未来就是说 让更多的养殖户 用上这个分离机 不再让这个周围邻居啊 就是说愿生再起 使大伙和睦相处 这种东西 这是什么